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中国异议人士于杰曾积极写作《参与人权活动与争取宗教自由》于2012年流亡美国,目前定期往返台湾与美国进行学术访问,在香港铜锣湾书店事件后,也将所有著作都转移到台湾出版。 于杰指出,从价值、精神层面来看,台湾才是大国,更是一把民主自由的钥匙,能打开多是专制或杰权政治挂帅的黑暗东亚。 据中央社报道,于杰表示,在2015年发生香港铜锣湾书店事件后,自己将所有著作都转移到台湾出版。 如果没有台湾,我的写作会有很大的危机。 他认为台湾整体社会对中国异议人士保持友善,虽然不同政党会有态度差异,但由于社会开放、民主制度完整,让中国异议人士来台不会有太多问题。 而于杰也表示,希望台湾能早日通过难民法,建立一个对应包含中国在内的各国难民与政治迫害者时的法源依据,而这才是一个先进民主国家应有的高度。 当然,我也同意严格审查每个具体的个案。 而于杰认为台湾与中国相比,从价值、精神层面来看台湾才是大国,更是一把民主、自由的钥匙,能打开多是专制或杰权政治挂帅的黑暗东亚。 而相较中国一党专政,台湾融合了西班牙、荷兰、日本与中国文化,在这种多元文画下各个族群都能友善相处,甚至胜过欧美社会。 余杰也强调,台湾在全球民主化进程中拥有重要地位,不必妄自菲薄,认为自己是美国的妻子。